好 感謝天父 我們這次第一課講到 聖靈恩高醫治釋放 那就是 為什麼聖靈恩高 因為我們特別講到 在聖靈強烈的同在 也都當然有處理生命 有處理生命 在神強烈的同在之後 我們怎樣得醫治釋放 其實在這一課之後 另一課也有醫治釋放 就是先知性的 就是angel 導師會教的 就是先知性的 其實這兩個是需要配合的 因為我們知道 五重即是有什麼 仕途 先知 傳呼音的 牧師和教師 不只是先知的 需要教導的 需要訓練的 需要牧養的 所以他們其實每一個人處理生命 都需要各方面 大家把紙上 其實這些跟著 但是你可以不跟著自己 因為這道上高會打出來 有少少要多了一點點 不過不是很多 首先就是我們知道 神是有醫治的大能 所以就算敬拜神 都可以得醫治的 甚至有些人 沒有任何人幫他醫治 他自己敬拜親近神 祈禱可以得醫治的 如果他跟從神的話就可以的 我們看到 哇 耶穌很厲害 生來恨眼可以醫治 即是他那種能力 多大的能力 還有拉撒路 耶穌是我們的 拉撒路 不是耶穌祈禱天父 叫他出來的 他是吩咐拉撒路出來的 耶穌有那種大能 其實他似了給我們 現在世界上有人 是祈禱有復活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 譬如Heidi Baker 她那裡有很多的醫治 當我的課程寫得好一點的時候 寫得墊 即是做了多些功課的時候 那我可以去外 我想我最想去就是去Heidi Baker那裡 他真的去看一下他們那裡 Heidi Baker很有愛心 他那裡很有愛心 很有憐憫的心 他很多人的醫治 很多人釋放 帶動了三千幾個訓練 即是那些人 本來是孤兒來的 一直養大他們 有些也有些不是孤兒 總之一路建立了三千個牧師傳道 以及建立三千個教會 在莫薩比克 以及照顧很多牧生 畢級 即是這個Heidi Baker 大家上網可以看到的 H-E-I-D-I H-E-I-D-I Baker B-A-K-E-R 我們就看到耶穌所做的 我們今天都做 其實我們都看到神很大工作 我剛去完利比利亞 有一場最重要很強烈的動作 有一個弟兄 他就告訴我 這個就是那個牧師的兒子 他說我第一次和他按手 他覺得有電流 他就問神 這是不是神那裡 然後第二次他又有電流 第二次他知道是從神而來 他就告訴我 我經常都見到一些異象 我說你不用怕 其實你見到是好的 但我見到有些人會死 那我是不是全部都見到死 不是 有些人見到是好的 那麼 在這個聚會 他原來就是見到有人死 還有有人意外 所以他不出聲 我跟他祈禱 他立即定了形 如果你上網可以看得回 但是同時很多人經歷聖靈 有人根本沒有按手 有人是見到有榮光在我頭上 有光在bishop的頭上 有個小朋友 這麼小的女孩 就見到耶穌穿著白套 還有見到墳墓開了很多死人復活 很多死人復活 那我就說這個死人復活 可以是指靈命的復活 就是我們當中靈命復活 也可以指耶穌回來的時候 也有一個人 又是bishop另一個女兒 她被聖靈感動 她說我都不知道說什麼 但是神透過說話 她就說到耶穌快要回來 就是神可以很大工作 而那個聚會是 就是我就是為這個 出來的兒子祈禱 就是說感覺電流那個 我就叫他見證 然後為他祈禱 然後其他人就經歷聖靈 就是神的工作可以很強烈 我們親近神 在這個課程 我們會幫助大家 如何有強烈的聖靈因果 你肯跟著去做 你會越來越強的 還有處理生命 很多人就說 哎呀 很怕魔鬼的攻擊 其實我去到周圍 我周時 甚至我吃飯都有人說 你給我趕邪靈 有人有邪靈 出現都有的 什麼時候的聚會 都忽然間有人邪靈 我就跟他按手祈禱 我為什麼不怕呢 因為我就是有神的保護 有神的祝福 只要我走上神的路 我什麼都不怕 我真的又不覺得有魔鬼的攻擊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這個課程裡 學到怎樣保護自己 在神的同在 什麼都不怕 並且靠著耶穌得勝 就好像耶穌所行的神跡 能夠叫死人復活 以及叫核子 立即能夠得到醫治 這裡我們會講到不同的破口 為什麼這麼多人有破口 為什麼邪靈攻擊 為什麼有疾病 原因在哪裡 由我們帶來醫治 第一我們一起讀 好嗎 與神關係的問題 第二是罪 第三 世俗化的法律觀 第四 吸魔鬼立地步 第五 負面思想情緒 潛意識 內在誓言 第六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與人關係 第七 沒有醫好的傷害 就是原來 當一個人 還沒處理好生命 的時候 就要破口 為什麼會有病 為什麼會有邪靈 同神關係不好 可以帶來一些問題 有罪 世俗化的價值觀 有很多人 他世俗化的價值觀 是什麼 一定要結婚 如果神預備是好的 但是一定要結婚 他就會不開心 他就會 沒有結婚 經常都很失落 很憤怒 曾經有一個人說 有一個人說 我不知道是那個教導的人說錯 還是他聽錯 他說 如果子母有信心 一個人都可以嫁得出 就是這樣 他就說 他說 我有信心 一定會嫁得出 一定會結婚 誰不知 他一直都嫁不出 他就說 是不是神沒有 做到他答應的事呢 他就對神失信心 我說這個是 如果那個人真的說 如果有信心 一定有結婚 這件事是聖經沒有說的 一定 每個人都可以結婚的 聖經也有說到 那些沒有丈夫的 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 如果他只是說 什麼有信心 凡是多能 就是你自己拿錯用神 不是代表 就是 不是代表神沒有能力 而他最慘的是 當他得不到 他就懷疑神 他就擔心 所以希望大家這個價值觀 不給他影響 還有給魔鬼留地步 任何地方 給魔鬼留地步 魔鬼是不會停止的 他是拿了一步 他進了你生命一步 他跟著拿第二步 一直拿下去 他拿到那個人死為止 我們見過一些 甚至基督徒 那時候我在神樂園 神樂教授說什麼呢 他說有過我們的學生 他就變成了奔業 做了牧師 但是後來喝酒 喝醉酒 做了junker 沒有家庭 沒有教會 做了homeless的人 就是魔鬼是會搶奪一個人 當他給魔鬼留地步 他將他全部什麼都拿了 直到他死為止 去地獄 就是 希望這個人會回頭 就是會悔鬼 或者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潛意識和內在誓 有些人不知 說我不可以生活 勤勞影響 這就是被魔鬼留地步 或者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經常打手機 經常好夜睡覺 這些都是被魔鬼留地步的 或者同人關係不好 或者沒有醫好的傷害 受傷之後 沒有醫好 其實這些全部耶穌都可以治到的 那大家就反省一下 反思一下 你有什麼問題是你需要醫治的 在這個課程裡面 你就盡量去 將這些問題拿出來 一方面我們可以認性的解釋 另一方面可以討告的釋放 那大家可以 有些你覺得是重要的 你可以說出來 其實我們當中有很多人 是我們經歷 一路經歷醫治釋放 剛剛Cattler有分享過 他怎樣得醫治釋放 有機會都可以 他再分享一下 他怎樣 有情緒的問題 而得到釋放醫治 神是可以幫到我們的 為什麼這麼多人 祈禱醫治之後 仍然問題重複呢 問題就是這樣 他那個血管塞了 但其實他到處都塞了 他塞了很辛苦 他在祈禱通了 不過那裡通了 他還有很多問題 即是他一生人 積聚很多問題 在祈禱的時候覺得好些 但是他整個生命有問題的時候 是他處理生命 不只是他祈禱那一刻 有時候這樣說 有些人很辛苦 他真的祈禱神會醫治 但是他沒有處理生命的時候 依然那些問題會回頭 所以我們一定要祈禱 有靈的釋放 也有悟性和生活的釋放 靈的就是親近神 悟性就是思想上 整個人的處理生命上 和生活上能夠處理的 好了 和神的關係 我們知道阿當犯罪 之後 神就怎樣說 我們只讀十八節 創世紀三章十八節 地必給你長出經濟和質來來 你哪要吃田間的菜梳 你必漢留滿面財得戶口 直到你歸要土 其實阿當犯罪真的 後果很大 有些人就會怨 阿當阿當你真是衰 你大到我們 你個個都受苦 但其實我們個個都有罪 我們個個都帶來 我們自己受苦和別人受苦 這個已經是一個 不能改變的事實 我們能夠做的 就是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接受這件事 我們接受這件事 也都 我們接受有痛苦不代表神愛我們 很多人就說 有痛苦神愛我們 其實有痛苦不是神 神是很想幫我們 神是很想幫我們 你想像這個苦海 就是人在苦海裡面 神是一直在救 第一救 一定要透過耶穌救我們 還是得救 得救才開始醫治生靈 神一直在救 不過那些經濟 救了上來又跌下去了 救了上來又躺在地上了 救了上來又很辛苦 因為被人傷害 總是不是有多少人 起了身之後 醫好跟著去醫別的人 我們這個方程就是希望 人們救了出來之後 醫好跟著去幫人 你想不想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有一天 神要我們監獎 為神而做的 全部神都會紀念 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雖然有苦難 我們每個都在泥騰裡面 被神救出來 但是救了之後 我們就得釋放 得醫治 我們就起落 保持這個喜樂 我珍惜 當我經歷喜樂 聖靈喜樂 那天 我在家裡途中 回家坐車 我都一直保持這個喜樂 但我就不能笑出聲 在巴士上 那時候就 一直笑 但不出聲 我現在都可以 為人祈禱 不出聲就行 出聲就行 即是說 我能保持這個喜樂 保持我而不受影響 我希望大家 有一個堅定的信心 靠著耶穌 保持自己 不給負面的情緒影響 和旁邊說 我們靠著耶穌 保守自己 不給負面的情緒影響 和旁邊說 靠著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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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犯罪之後 個個都有痛苦 不代表神不愛我們 神是一直在救著 不斷在救著 不過祂要找人去救 祂不是找天使救的 祂要找人去救 祂要找人去救 但是人是少的 收莊甲的人很少的 所以耶穌是要求 叫我們求莊甲的主 猜法 猜法 工人出去收莊甲 而同神關係好 身體可以 結度健康 《生命記》三十四章七節 摩西寫的事 一百二十歲 眼目有芬花 精神有衰白 想不想 我希望是 我現在只是祂年歲的一半 多的那麼多 我落六 差不多落七 一半 我現在眼睛未曾分化 因為我不用戴老闆眼鏡 我都很少見到 六十七、六十六歲 不用戴老闆眼鏡 不用戴任何眼鏡 感謝耶穌 還有可以打網球 很多人都打到的 原來神的同在 可以叫人身體健康 並且摩西上西乃山四十天 祂是怎樣 不用什麼 不用食 不用飲 就是如果有一天 受迫伯的時候 是呀 不用睡 我 聖經沒有說過 他推斷 有很大可能 他上山上 是沒有睡覺的 就是說 如果有一天 受迫伯的時候 受迫伯的時候 真的沒得吃 那我們 一班基徒 可能在山洞那裡 我們一邊讚美神 一邊讚美神 神的同罪強烈到 我們一個人都不用吃 不用喝 一邊生存下去 感謝耶穌 好 好了 第二呢 就是講到罪了 犯罪可以叫人遭遇得更加厲害 永遠五章十四節 我們讀 你已經全預料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因為犯罪遭遇得更加厲害 不過很多人犯罪是覺得好玩 色情好玩 男女的關係覺得好玩 但其實 禍害是很大 我去到非洲國家 其中一件事就是 見到很多人很淫戀 有很多人覺得 隨便有性關係 尤其是男性覺得很著數 為什麼呢 我又不用拖子 拖子 我走了 但其實他的生命 破裂 破壞 其實他很慘 我曾經認識一個人 他有找妓女 他跟我說 他說那時他找妓女 他感覺是什麼 覺得自己好像野獸一樣 因為犯罪是令人汙蔚 不是得到一些利益的 但你未進入那件事的時候 他會吸引你的 你看色情那些片的時候 你未看的時候 你有一種吸引力 但看得令我們汙蔚 我希望我們當中 有在這些任何的罪影響 我們知道犯罪 是叫我們遭遇得更加厲害 犯罪是會破壞 拿走神給我們的 當你走在神的路 你就越來越多 好的因典越來越多 但犯罪就會拿走 如果保守自己 一有罪馬上處理 我們就可以越來越提升 你想想嗎 你的生命被高度提升 求主保守我們每一個 第三點會破壞 就是世俗化的價值觀 《語言一書》 二章十五節 《不愛非要為世界為世界上的事》 《人要愛世界》 《愛父的心就骨在他量而了》 就是愛世界 世界與神是敵對的 兩個東西是敵對的 所以當我們經常想著享受 想著什麼呢 當我們敵對的時候 敵對的時候有什麼後果呢 是得現到神的祝福 就會心靈裡面有很多婆侯 當我們得到任何東西 我們都說神給我 我就感謝神 我就將我有的 獻給神 求神去大大使用 還有呢 這個世俗化的原因 就是覺得一定要結婚 我去到非洲 有一個很特別的 他說 How's your mama 他說我太太 媽媽 還有我們試過有幾個姊妹 一起跟我去肯亞 那他去到肯亞怎麼辦呢 他們呢 稱他做媽媽 我說 他們不是媽媽來的 他們是未結婚的 他們很驚訝 他們未結婚的 就是他們有個菌鎖 一定要結婚的 女人到大 是一定要結婚的 其中一個因素 就是經濟問題 因為他們很多女人做不到工 一定是有男人 靠一個男人 但是呢 也有一個原因 就是社會的因素 那麼 其實香港人算是好的 很多單身都覺得沒問題 不過很多人裡面 就不開心的 但是呢 我們深信聖經所講的 我們一起讀一下 下面那裡 第三項 因為沒有丈夫的 比有丈夫的 而有更多 就是說 就是不懷孕不生養的 要歌唱 未曾經過剷爛的 要發聲歌唱 就是說 沒有丈夫不要緊 有於丈夫我們珍惜 但是沒有丈夫都不要緊 我們都會享受 這個可以成為一個捆綁 就是說我們覺得 我要好像人那麼有錢 我要好像人那麼聰明 我要好像人那麼成功的時候 我們就有壓力了 有壓力又怎樣呢 就不得釋放的 我祈禱的時候是怎樣呢 我祈禱的時候 我是追求完全的輕散 是怎樣呢 啊 多謝耶穌 有些人其實都很累的 神呀求你幫我 快點賺多點錢 養成功 我的兒子要乖 要聽話 快點主耶穌求你幫我 幫我 我還有求什麼 求什麼 都幾辛苦 就是 常常都說 要求什麼 其實 我很少為自己求 我就是為侍奉 宣教 怎樣祝福更多人 我知道神會知道 因為未求已先 神會知道 我內宗會求的 神讓我給我健康 給我力量 帶領我方向 我會講這些 就是 反而方向 我會講多些 我很少求為到我 有錢 有健康 保持我 就是這些我少求 我反而是神的計劃 就是說 在我心裏 我是放鬆了 完全鬆了 我祈禱去追求 完全鬆了 我一有煩惱 我就說 為什麼我擔心這件事呢 因為耶穌說必成全 將當中你的事交到耶穌說 神會成全 神會成全 我為什麼要背著呢 神會背著 我便要背著 你想想 如果神背著 我們背著 就是拿來做 曾經有個故事 有人 駕駛貨車走過 看到有人 搭著那個搭挑 要搭著重搭 他說 你上車 上車就上車 然後他走 為什麼走走走 車停一停的時候 突然間 哇 後面很吵的聲音 他好奇 為什麼會這樣 走到後面 你看看 原來這個人 還在上車之後 沒有放下淡挑 一直背著淡挑 這真是搞笑 只是拿來講 一個比喻 即是說 已經上了車 當然是放下 但很多人想耶穌 耶穌會擔住 我們還是背著 我一發覺我有毅主 有時有些人 愈弱 神啊 又愈弱 我就說 他有軟弱 我背著就更慘 神啊我放手 我就盡力幫他 但我放手 我一路宣告 神啊我放手 你會照顧他 哈利路亞神會照顧他 神一定會幫他 神一定會提醒他 神一定會幫他 即是等我的心鬆了 等我的心鬆了 等我的心鬆了 這樣的時候 我的心就輕散 就有力量 我希望大家都是 即是任何價值觀 都沒有給他綁著 你魔鬼留地步 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四字 講到阿巴 即阿巴可以是邪靈帶來的 我曾經去過青山精神病院 第一次去的時候 有個很特別的經歷 即是我經歷聖靈之後 其實那時候也是第一次的 當我一走進門口 從來沒有試過這個感受 好像有一種隱形的門在那裡 好像那種感覺 為什麼會這樣撞進去呢 然後我探望一個人 我跟他一起祈禱 哇他是有精神問題 但他的邪靈將來是很厲害的 他有個朋友在旁邊 叫他們一起祈禱 祈禱又是邪靈 即原來發覺很多精神病的人 都可以是邪靈引致 其實兩個是貓公仔 可以邪靈引致精神病 精神病引致邪靈 總之 我發覺很多個我發覺有精神問題的人 都有很多是有邪靈的 所以我們自己就保守自己了 第一 第一 我們滿有神的同在 放香所有衝動 於是人就鬆了 就不讓邪靈入侵 因為邪靈入侵 令我們情緒問題 邪靈又會來的 總之有情緒邪靈又會來 有罪邪靈又會來 他總是不會放手的 總是會找藉口的 所以我們任何地方 我們都不讓他留地步 例如我自己來說 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負面潛意識 或者壓力 我不給自己壓力 就說 神啊 你的教會 你的事工是你的 求你恩代憐憫 神自己去做事 神一路祝福 所以我希望大家 學習 在其他時候 一發覺哪有偽著 哪有頂著 就放手 神你會照顧的 你當將你的事交託 以後是必成全的 在你心中 動念這個善功 必成全者功 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我就放手了 還有這個就是 馬太十七章十五到十八節 就講到這個 癲癱的病 癲癱的病 也都是有這個鬼 不是一定所有癲癱的病 不是一定 龍啞一定是邪靈 不過可以 因為魔鬼可以這樣做 我也知道有些家庭 因為他扮偶像 扮得厲害 整個家庭 很多癌症 我見過家庭 真的整個家族裏面 很多的癌症 因為他們裏面 只是被罪的肚膀 被魔鬼的影響 邪靈可以透過甚麼 我們一起讀 偶像 靈界 不信能 趕邪靈 聽信 邪靈的聲音 讓邪靈控制 這些是一些方法 偶像 就是拜偶像 可以自己拜偶像 家人拜偶像 靈界 接觸靈界 現在這個新紀元 New Age 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它不會用宗教的方式 你不知道它是宗教 但是它說 你去到你會得到釋放 得到喜樂 那種力量 正能量 正能量 我們都說正能量 不過我們是從耶穌而來的 但是它很危險 因為它是用靈界的方法 它相信有一個 有一個階 有一個階 有一個引導你的人 有方法 接觸靈界 但不是透過耶穌 但是它用的方法 很多時候透過精神 情緒的治療 所以很多人以為它不是宗教 其實它是宗教 是一個宗教 所以大家小心這些 跟你說一些正能量 那些時候你小心 如果你不知道 你把網站傳給我 我就可以去查查看一看 這些都是接觸靈界的 還有很多巨徒不信 能夠趕邪靈 還有很怕邪靈的攻擊 其實越怕會有問題 不過我都覺得是要處理 一定要處理 譬如說要和人趕邪靈 自己一定要活在神的 我一日處理生命 我是刻意做的 我一路一空閒 洗碗 搭車 洗澡 洗澡 擦牙 我一直在掃握 我說哈利路人 這有什麼重疾 放下了哈利路人 火有煩惱放下了 我任何時間 都是在這個狀態 盡量在這個狀態 我不是做得完美 但我一有那麼多 我就盡快處理 那時候也都相信 我一定能夠勝過邪靈的 因為太多人 就有一種很害怕的 我曾經接觸一個人 以前認識了很久 我初經歷聖靈的時候認識 他就告訴我 我現在不敢和人按手了 我說 為何你現在不敢和人按手 因為他說 我教會教 如果按手就會傳遞邪靈 所以我現在不再按手了 我說 耶穌說了信的人 比我神職 除了他們就是奉我名趕鬼 和守我病人病人 即是誰可以按手 什麼人可以 信的人可以 但是為何你會變成 現在你反而不信 不信可以做 我會這樣說 一定要處理生命 處理生命之後 目的就是可以按手 因為祝福是很大 很明顯的 其實我們今次去到 我今次去到非洲 很多人經歷聖靈 大部分的人來到這裡 我們和他們祈禱 都即時經歷到聖靈 神就是很真實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信心 我們自己處理生命 得釋放 然後我們可以帶著能力 去為人討告 有信心 越是怕邪靈 就越多東西 有些人什麼都怕邪靈 糟了 今天有些發燒 又不是邪靈攻擊 是否昨天做了什麼錯事 總是經常這樣害怕 其實不用那麼害怕 因為耶穌已經賜給我們 全力可以淺淡 射和蝶子 有聖國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了什麼能害我們 所以我們有信心 但是當你有破壞 一定要處理 一定要處理 以後你才做 你處理不了的 你告訴我們 我們怎樣去幫助你 而且有些 邪靈跟他說 他不知道 你沒有用 我也沒有用 聽了而不知道 反而你裏面有意念 有時候 人都會有些負面的意念 糟了 沒有人喜歡我 他不知道 這個可以是魔鬼的聲音 也都 他說我自己想 但這個可以是魔鬼的聲音 很多人都說我做不到 這個聲音一定要拒絕 耶穌幫助我 我一定做得到 我靠著耶穌一定可以得勝 每一個都可以 我們每一個都是得勝的教徒 每一個都可以得勝 希望大家深信 這些負面的聲音 我全部都放手 而且很多人被邪靈控制 都不知道 我都接觸有不同 甚至在神學院 我去過神學院 一些聖經學院 他都告訴我 有些人說 曾經有神學生告訴我 邪靈上床 跟他有性的關係 或者跟他很親近 就是他容許邪靈 一步步的控制他 他裏面負面的東西影響 有一個人 以前我在一個國家 那個國家是一個 不是安全的國家 他在那裡信耶穌 就是看路在一個教會 我去到那裡趕邪靈 跟他趕很多 但他始終不太處理生命 後來他又很擔心 他家裡比較有錢 就為他預備 他去韓國讀書 是女生來的 讀神學 他很有心 但他始終沒有處理好生命 他經常都說 邪靈又搞我了 邪靈又上床了 跟他上床 他說 他說這一定是你心中有問題 這次去到 也有一個男人跟我說 他說 他試過有兩個女人 即是有性的關係 兩個都不要他了 他經常都想著何時結婚 邪靈又在情路上搞要他 他又跟他上床 跟他有性的關係 我說這就是你心裡有破口 所以允許邪靈入侵 所以我鼓勵大家 你裡面有這麼多污衛 你不要覺得是小事 這些全都是很大件事 任何的擔心 憂慮 負面 臨沉 不開心 激氣怒躁 全部都需要處理 好了 第五 負面思想 情緒 前面色 內在世面 這些你不要讀我讀 哈哈哈哈 做人難 人都是不好的 很壞的 煩惱 憂傷 怒氣 仇恨 沒有人關心我 很多人 去教堂都沒有人關心我 經常都要求人關心他 我沒有價值 我沒有用 神都不愛我 我一定會失敗 我不能夠開心 這些都是負面的 如果大家有這些事情 你就說 不是 我過分相反 有耶穌 凡事都不難 有些人說 遵責會是難的 你看著聖經 他不是進責門難 他說進責門的人是少 進去的人是少 你看看經文 因為有些人說 信耶穌是難 我說 耶穌說 我的騙是容易 我的騙只是輕省 聖經又說到 我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 基督並他 仍要為他受苦 這個菲律比書一章二十九節 我們有受苦 不過聖經說 苦中都有喜樂 也就是說 耶穌是叫我們 能夠在困難的平安裏落 並不是說 困難就代表辛苦 耶穌說 我騙是容易 我的騙子是輕省 我拿了你的騙子 你就輕輕鬆鬆 你就心裡得享按釋 當你負耶穌的騙 所以我們將它轉彎 有耶穌是容易的 我現在覺得是很容易 我初期 我信耶穌 我侍復覺得很容易 但我做了牧師覺得很難 初期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要求 同工要求 信徒要求 很大壓力 但我後來學會了放手 以及怎樣有能力 我覺得 真的 做人有耶穌是最好的 人是不好 不過我要救他 人有好多不好 但我要救他 但總有好的人 有煩惱憂傷 我立即處理 沒有人關心我 不要緊 我會關心他 慢慢他會關心人 我關心他多 他都會關心我 他不關心我 也不要緊 我沒有價值 我會取代 我有價值 在神眼中 是神眼中的同仁 你跟隔壁說 你是神眼中的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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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冠冕上的寶石 是神冠冕上的寶石 是很有價值的 神是永遠愛我們 有苦難 神都愛我們 我一定靠耶穌 雖然有失敗 我都會成功 我再一次 一定可以得勝 一步一步越來得勝 我可以開心 首先在敬拜可以開心 跟著在日常生活開心 跟著在患難中可以開心 這個就將它轉了 我們一起讀 《針言十七章22節》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憂傷的靈屎骨敷乾》 這就告訴我 《喜樂的心》就是良藥 有病都可以得起字 但是憂傷的靈屎骨敷乾 是很淒涼的 你有沒有見過一些人 經常有頭痛 腰骨痛 頸痛 胃痛 整天都睡不到 有些人 一生人都在這種苦難之中 而這些人 你通常了解他們 很煩 很不開心 可能有原因 老公不好 子女不好 父母不好 是有原因 不過我們學習處理 我們在這個課程 學習如何處理 的確 憂傷是一定會破壞的人 如果你發覺你經常擔憂 是頂不住的 我發覺我擔任何一件事都頂不住 我都頂不住 為甚麼呢 我吏著 課程怎樣呢 那個人怎樣呢 他又軟弱 當我一擔心著 我發覺我都受影響 我都頂不住 所以我一定要說 神啊你擔住 我不擔憂 我就是交給你 我努力幫他 但我不可以背著他的後果 所以你有子女不聽話 你背著一定不行 但你起起落落 你放了手 好起落 他見到你起落 慢慢會改 我們慢慢引導他 但你愈急 他就愈不聽話 好了 接著就是發怨言 有甚麼後果 就被滅靈的所臉 發怨言 可以帶來這些後果 但很多人是習慣性發怨言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有甚麼呢 我讀你別讀了 人際問題 經常跟人都不好 那些人真的不好 我們有智慧分見 他真的不好 有很多事 你跟他理論沒有用 有些人只是想利用人 我們只是盡量令到他平靜 他發脾氣 我們又不緊張 我們又感謝你提醒 我們對他柔和謙卑 我們就有方法 慢慢將他 就是柔和 起碼他柔和 起碼他見到我們武害 這樣他們跟我們關係更加好 有些稍為好的 我們都欣賞他 你真的做得好 多謝你 非常好 他會覺得 這個人這麼正面 他會喜歡你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甚麼人都會有好的關係 起碼不會搞到大吵大鬧 有些人總是大吵大鬧的 或者吵架 睡覺問題 有些人睡覺問題 這個影響他整個人的 因為睡覺人是有時鐘的 有些人慘 不過我份工是晚上的 我沒有辦法 怎麼辦呢 如果有一天 我不用晚上去做工 有食物 食物也是的 現在的食物其實 為甚麼 如果大家看過一份東西 就說到現在兩歲都有憂鬱症 兩歲小朋友有憂鬱症 我覺得有個部分原因是食物 因為父母吃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他的奶和他的營養是不好的 給那個BB的時候 他瘦落了這些不好的東西 如果吃不好的東西 那個人就會累了 會煩了 會容易不開心 所以其實神做的最好 你上網看會看到的 自然的最好 你吃水果菜 水果不可以吃太多 是甜的 但你吃一些水果 吃菜 那些是最好的自然的東西 那些人提煉出來的軟 是未必有的果核 在網上都說 可能反而是相反的果核 所以我們盡量吃自然的 是最好的 婚姻問題 那些人說 我剛剛結婚的那個很慘 那怎麼辦呢 但是靠著耶穌 我們可以一步步 恩待祂 接力祂 對祂好 我剛剛這次 去到也有個 有個男 有個弟兄 在教會很多幫忙 我這次去 講道的訊息 全部他給我摄錄的 這個弟兄 但是呢 他後來分享 他有什麼問題呢 他說 我太太 這麼多年 我結婚八年 都在整天發脾氣 那於是我要了解一下 他就說 我回家 他沒有拿水給我洗澡 我就跟太太說 為什麼你沒有拿水給我洗澡 他太太就發脾氣 那他就 他又發脾氣 那我說 那你又發脾氣 你就要求你太太拿水 你覺得你又令你太太那一點 都是不開心的 那他就明白了 他聽完我的教導 跟著他跟太太好些 第二天他說 我現在要進步了 原來是可以進步 當我們不是要求 而是欣賞多些 對他做多些好事的時候 是非常好的 我都是 在我和太太的關係 我盡量追求 給予此傷害 然後給予此建立 在神裡面 不是 有些人說 牧師 你用了很多時間在太太身上 你用了些時間救人 就更重要 但當我和太太關係好 第一 我有我最好的後援 他是我最好的支持 令到我最有力量 最有幫助 亦有很多地方 他給我智慧 他也幫助我的信息 更加體貼人的心 更加聆聽到人 更加關心到人 這是我太太大 所以我看他身上 我所有的時間 其實是剩下更多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不會覺得 牧師應該 百分之九十的時間 全部都是侍奉神的 全部都做了所有的事 不是一定的 反而你 要處理好的時候 這個是健康的心目方式 好了 沒有醫好的傷口 聖經也有過 詩編七日七篇第二節 我在患難之日尋求主 我在夜間不住地舉手討告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我想念神 就凡躁不安 我沉淫悲傷 心厭法昏 這個詩編 是七十七篇 大家好值得看的 我相信這個經歷 可能有些人都試過的 他在患難之日尋求主的時候 我夜間不斷舉手討告 我心不肯受安慰 因為他受傷害 不開心 不肯受安慰 很慘 不開心 很煩 很煩 他想到神就煩了 他去到這個位置 很絕望 好像想到神就會很負面 在悲傷的時候 心就發生了 整個人很受傷 牛鬥 不開心 煩惱 那這篇詩編結果是怎樣呢 他開始去想神的工作 他想回神怎樣 在他困難的時候怎樣幫他 他就在這個患難的日子去信靠神 詩編詩編詩編是非常好的 但有些人信了耶穌都沒有給神醫治 為甚麼呢 他每天都說 那些人對我不好 我不開心 人家有的我又沒有 我很慘 他經常看這些的時候 是很辛苦 其實很多人問我們都是這樣的 他說 哎呀我家人又慘 我情緒又慘 我自己又慘 我做工又慘 我朋友又沒有 甚麼都沒有 但當我一步一步 靠著耶穌 一步一步得上手 其中一個例子 我們是幫助了 Cat 他來到了 很多人都有 但是看著他改變 所以他願證是很好的 現在一路提升 我們求主保守他 一路向上 我看到你開心的 我告訴他 我看到你現在改變 我非常開心 我相信幫過你的 個個都開心 所以我們個個撐住你 看到原來任何地方 如果我們覺得 那件事必然是受苦 你就一路受苦下去 但我說 靠著耶穌 我不用那麼介意 是可以放手的 而可以傷害得醫治 這是我們一步一步才講的 好了 怎樣堵住破口呢 這個下一步 怎樣堵住 首先堵住破口的動力 一定有動力 為何我有這麼多動力呢 我看算是明天去 明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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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講這件事 不過呢 他想我講 但已經滿座了 所以對不起 上網任何聽回 不過我將來在我們聚會 講回那個訊息 就是講回 為甚麼我經理聖靈 為甚麼我一直會向上 為甚麼一直持守 為甚麼不給事情影響 平且有越來越高的方向 就是我的动力 第一动力是什么呢 就是读一下 神极度爱我们 不要浪费神的爱 神真的很爱我们 祂因我们欢恩喜乐 默然爱我们 请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祂经常挂着我们 婦人已能忘记祂吃奶的婴孩 不连出祂所生的儿子 就算有忘记祂都不会忘记我们 就算我们做得不好 比得可认耶稣三次 之前耶稣都说 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止失去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 见到我们要犯罪 祂不会踩多一脚的 人有时候会 但是耶稣永远是为我们祈祷 祝福我们 耶稣是接立软弱的基督徒 不只是软弱的外面的人 软弱的基督徒 你帮着耶稣 耶稣我需要你 祂就一定帮你的 我们一起说 我帮着耶稣 耶稣一定帮我的 我帮着耶稣 耶稣就不会看上我的了 有些人就会看这些经文 他说 因为我心里注重罪悦 所以神不听我祈祷 这些说话是给那些不肯听话的人 有些人又看什么呢 因为神是烈火 你喜欢看这些经文 这些经文是给哪些人呢 是不肯悔改的人 肯悔改的人 神是充满爱充满念 所以这些警告的经文 是给那些不肯悔改认罪 当你肯悔改认罪 神一定接纳 就算你多怨弱 神啊 我需要你 神永远不会扔下你 你做得不够好 神啊 很多人就看好都不够好 你有少少好 你少好神 所以耶稣说什么呢 你一杯凉水给少少 我都会赏赐 就是说 你少少好我都记住 神就是这么精灵的 神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